什么样的石榴可以像西瓜一样吃 这样吃石榴还真叫一个过瘾啊 外形似大枣 口感似蓝莓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水果呢 复合型的水果真的挺奇特的 炎炎夏日 瓜果飘香 可他们种植的果树 为何都存在做果少的难题 帮帮团专家又能否帮他们解决难题 重拾信心 预知详情 敬请收看高手来了 夏日果香变山野 石榴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以其丰满的果实和众多子粒 象征的多子多福 团圆和谐 农历五月 石榴花开 红艳似火 一个月后 第一茶石榴花开完 陆续开始做果 但是在山东省资博市资川区的新庄村 张志鹏种植的石榴树做果非常少 却始终找不到原因 求助人张志鹏种植石榴四年 求助问题石榴做果少 接到张志鹏的求助 栏目组拍出帮小妹实地了解情况 这是我能够16元 这是什么品种啊 志鹏 这个就是软子石榴 从小时候它那个籽就是软的吗 对了 我摘一个给你尝尝 哇 尝尝 你看用指甲稍微一碰它 它就坏了 对 它的籽从刚开始就是软的 吃起来怎么样 你尝一尝 乍一吃有一点甜味 但是大部分是那种有点苦涩 这个还没熟 我知道你要来 所以说我从网上买了几个 尝一尝 行 这个石榴到底该怎么切呢 你就分成这个面 每一个边都得划一刀 对 摆住这个头 发出头一提 分成这个割膜一刀一刀的 这么切 这么一掰开了 可以像吃西瓜一样吃 这个汁太多了 这样吃石榴才真叫一个过瘾啊 跟硬子石榴相比 它的籽又小又软 吃的时候可以直接嚼碎 不用涂籽 张志鹏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才选择种软子石榴 我发现你这个石榴树状怎么花好像不是很多呀 果也没有多少 现在是涂茶花已经落了 这是落的花吗 对 这都是黄花 黄花 对 黄花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种花是不做果的 像今年像这种黄花特别的多 帮小妹非常疑惑 究竟什么是黄花 它为什么不做果呢 你看它的屁股是尖尖的 从上往下 发散开开 这个形状有点像那个 像中 叫中状花 那正常结果花是什么样子的 你看像这个 是从上往下 它几乎都是一样宽 然后这个地方稍微有一些骨 做筒子一样 这个叫筒状花 石榴是自花兽粉 石榴花中黄色部分的是雄蕊 最中间的是雌蕊 中状花的雌蕊发育不良 花柱短 缩在雄蕊里面很难受粉 所以一般不结果 而筒状花的雌蕊发育良好 伸到雄蕊外面容易受粉 所以就能结果 那你这树上能剩下几个果啊 咱们来数一下 这一颗 找找 一个 两个 三个 底下三个 这个是筒状花 未来可以结果是吧 对 四个 这个是谎话 对吧 这不算 四个 然后上面有一个 然后没了 它们随机数了几棵石榴树 大部分只有五六个果 这些树是四年前种下的 按说今年已经进入盛果期 第一茶花开过之后 至少要挂二三十个果才算正常 一个果呢 大概都有多重 一斤左右 一斤卖多少钱呢 十块钱一斤 一棵树就是两百左右 你整个圆有多少棵树 五百多棵树 十万多块钱 对 现在一棵树 五六金果子也就是五六十块钱 你五百多棵加起来才多少 两万块钱 差了八万呢 怎么弄了 所以说现在为这个东西发愁 张志鹏去年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当时他以为是因为树林太小 就没有太在意 结果今年又遇到同样的情况 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有时候不早了 我得赶紧把鹅赶进来 鹅 对 还养鹅了 对 你是怎么想到养鹅的呀 咱不是种养结合吗 种养结合 对对对 把鹅放到园里 对对 让它们切一下草 然后这个粪便还可以当肥料 到时候还可以赚一笔 想法挺好的 我看你这除了石榴之外 这还有一些其他的品种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种的一些樱桃树 我看那边还有一些桃子 对还有一些桃 品种还挺多的 当时我也是有个设想吧 靠这个后面这个石榴 产生的一个效益 每年增加一些 其他的一些果树的种植 一年差不多发展个十亩左右吧 建成个白亩的采栈员 那现在看来 这个第一步走得不是挺顺利的是吧 第一步就遇到这么大的问题 就是特别急了 针对张哲鹏遇到的问题 栏目组搜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 找到了一位种植石榴的高手 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张锦超 种植石榴九年 种植面积八百亩 志鹏 快来 我今天把专家请来了 张老师 你好 你好 你看他这儿花也少锅也少 可愁呢 确实你看这一刻就几乎都没有 作果量非常的少 很罕见 影响石榴开花结果的因素有很多 比如树长得太旺 枝条太多 营养不足等 专家逐一进行排查 并没有发现问题 那石榴树为何结果这么少呢 你这多久没浇水了 刚开始开花我就没再浇过水 为什么不浇水呢 哎呦 你看你的土多硬啊 土上板子多严重 弄不动 花期浇水它不容易落花吗 谁告诉你的 小时候家里种过苹果树 从小的记忆里就是不浇水的 开花的时候 冬上石榴之后 也是按照这个方法来进行管理的 这个苹果树开花是什么时候啊 三四月份吧 三四月份那个低温比较低 我们浇浓水之后 肯定会影响它的作果 但是石榴树是什么时候开花 这五六月份了 今天的温度已经达到了38度 特别闷热 那你现在你不浇水 这个水分达不到 肯定它不能做过吗 不会开花的 你看看都渴成什么样了 今年石榴进入花期之后 气候比较干旱 只下了一场雨 而石榴的开花结果 对水肥要求比较高 张志鹏因为一直没有给果树浇水 土壤里水分不足 就影响石榴花的正常发育 最终影响作果量 当时觉得挺奇怪的 单纯的干旱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土壤板结 我总觉得还有别的原因 是否像专家猜测的那样 还有别的原因导致土壤板结呢 专家正在疑惑的时候 一群大鹅吸引了它的注意力 石榴地里面是坚决不能养鹅的 它会增加这个土壤板结的严重性 影响根部吸收 这样就影响它的作果 这个养鹅还跟这个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了 你看那鹅 每个鹅的身体将近有十几斤重 你看看鹅掌 就是它的那个掌是这样分开的 它来回踩踩 来回踩踩 就跟它压录金一样 它就把这个地面压得特别的湿 把这个石榴树它的根系就比较浅 这个根头在下面你看 大鹅踩了地之后出现了土壤板结 很难吸收到水分和养分 水分和养分供应不足 就会影响开花结果 如果再不及时采取措施 情况还会进一步恶化 石榴树的生存都会受到威胁 大老师 你说我把这个鹅赶出去之后 浇上水 我这个作果量会不会提升一些 你这头茶果是给不上了 因为头茶果已经做完了 然后这个可以补救一下 二茶果和三茶果 那二茶三茶跟头茶有区别吗 各头少微小 但是营养啊 还有这个口感都没有影响 石榴的花期很长 从六月一直持续到十月 它可以多茶开花 多茶结果 既然还有补救的希望 它们就立马开始行动起来 赶紧把那个鹅赶出去吧 好 来了快快 我来圈住 我去那边 走 把大鹅赶出果园以后 还需要尽快给果树浇水 你拿住前面我们帮你顺管子 好 拉 张志鹏给果树浇水的同时 专家又马不停蹄地回到自己的基地 拿了一些叶面肥 今天给你带来点这个鹏肥 鹏的作用呢 就是促进开花做果的 满着喷就行 好 转过来 一天的紧张帮扶即将结束 在专家看来 张志鹏还是按照传统思路 在管理十六园 过于粗放 为了让他对科学管理 有直观的认识 专家邀请他到自己的基地参观 第二天一大早 张志鹏带着父亲和帮小妹 一起来到专家的十六园 张老师 这是我父亲老张 你好 欢迎欢迎 这个是我们最早种的一批十六树 看一下跟你种的那个 有什么不同之处 怎么样 确实比我那边情况好太多 像这个花呀 还有那个做猪的果呀 都比我那边多太多 张老师这边一对比 真的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看下果业为什么不出草 而且下边就是草 特别热的时候它能保少 保湿的作用 你看它这个能保湿 这么好的铁下的 还这么湿的 还砸起来的 这是有一块布 这个是个方错布 这块就不张错了 咱叫树长得脑 这个赶紧就长得脑 所以你两块它不叫张错 就这块张错 大了以后 这个搓一大 拉了以后 就增加有几只 看着你们这还用了这个 喷管 对 我们这是水肥一体化 喷管是其中一部分 这要不但节省水肥 还节省人工 减轻劳动强度 专家的石榴元 让张志鹏大开眼界 但在十一年前 当张锦超和父亲 决定种软子石榴的时候 他们和张志鹏 有着同样的初心 面对困境 他们并没有放弃 第二年重新栽上了石榴树之后 为了保障他们安全过冬 特意给果树加了一个拱棚 就这样 在不断试错与探索中 他们逐渐积累经验 总结了一套 适合软子石榴的管理方法 并且还在不断完善和改进 其实很不容易 都是学张老师的经验 少走弯路 张老师这个弯路 是自己一步一步掏过来的 但是你现在就不一样了 你跟着张老师他们学 可以少走弯路了 有一个目标 短短一天的参观 张志鹏明确了自己的目标 也看清了软子石榴 这个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相信在他的不懈努力下 最终一定会实现 白亩果园的梦想 外形似大枣 口感似蓝莓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水果呢 复合型的水果 真的挺奇特的 果园里什么样的情况 让专家大呼不解 然后就还炒了 这家木的外 专家的猕猴桃园里 没有公术 为什么做果率却很高 不要走开 精彩 稍后继续 炎炎夏季 香甜多汁的水果是必不可少的销鼠佳片 但有一种水果 它样子小巧 营养丰富 而且口感独特 您认识这是什么水果吗 它叫软枣猴桃 又叫奇异梅 因为种植面积少 市场价格很高 但是日照市五连县 杨家安孙的徐炎磊 种植的软枣猴桃 却出现了问题 做果率就很低 比上抽人 求助人徐炎磊 种植面积20亩 求助问题 软枣猴桃 做果率低 为了帮徐炎磊解决难题 栏目组派出帮小哥 实地查看 进来之后感觉特别像葡萄棚里面的那种感觉 因为你看它是一串一串的 特别密 特别多 最生香的就是它那个锅的表面 就跟那个大刀一样 我尝尝这个生的是什么口感 哎呀 嗯 现在吃不好吃 等着成熟了都八一几 微酸 不甜 很硬 一点都不软 哎不对呀 它叫软枣 为什么叫软枣 等着它成熟的时候 它就软了 我特意都是早上买了两盒成熟的 好 这为什么叫软枣 你回头了 好 无论从外形还是果肉 我们都很难将它与猕猴桃联系起来 那为什么要叫它猕猴桃呢 熟的 这是成熟的 对对对 但是这个捏起来的那个手感 确实比您这个要软得多 哇 真的是 你看打开之后这里面就跟那个猕猴桃 特别像了 哇 水分很足 跟那个 口感很好 这个口感有点像蓝莓的那种感觉一样 吃起来就像那个姜果 有蓝莓的口感 还有这个猕猴桃的内心 对对对 软枣猕猴桃属于猕猴桃科 猕猴桃鼠 软枣猕猴桃种 是一种很特殊的猕猴桃 普通猕猴桃有拳头大小 但是软枣猴桃最大的也就有拇指大小 再就是软枣猕猴桃表皮薄而光滑 口感也更加香甜细腻 跟那个豆水 连皮吃 放在口里这样 很方便 这样吃过也 你觉得吃就行了 一整个吃的 正常来说新品种能带来高收益 但同时也预示着高风险 你看那边一串 二十多个 有三十的 这个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个 这边一二三四个 这有两个 这有两个就没了 你看这个花瓣都不熟 开花都不熟 开了花就应该是能结果 但是没有做过 对对对 非常出人 因为做果略低 徐原磊二十亩软枣猕猴桃 减产将近百分之四十 这对于投入了四年时间 和心血的徐原磊来说 是个巨大的打击 为了管好猕猴桃 徐原磊就住在果园 在县城上学的孩子 也只有等到周末 才能来果园团聚 徐原磊的不义 父母也是看在眼里 为了帮他打理果园 老人也从村子里搬到了果园 为了帮徐原磊解决难题 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 找到了一位种植软枣猕猴桃的高手 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王世金 种植软枣猕猴桃八年 日照是猕猴桃产业技术联盟理事长 那我们的帮帮团专家 能否帮求助人找到问题的原因呢 这边就结不得好 应该再开始 那你这一瓶的话就有问题的了 上载了你走开 这一看就还炒了 这件木头外就是 装了好几块地 都是一样的问题 厚的干不好的 相差还大 这还不正常 这也还贵 杨老师 你那个工室在哪个什么地方 这不在这里有一棵 我这上面刮的盆啊 这附近还有吗 这边有一棵 你这棵工室的话 你这棵工室有什么呀 你这棵工室的话就觉得有点建议了 这附近还有没有 有一棵在那边 那咱去看看 这棵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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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棵工室怎么这么搭配的 这棵工室就这一棵 那这棵工室里还有多样 十了米啊 还有六十米了吧 那你这棵工室就有点弱了 手饭树都是捐运搭配 它这里可拿了一棵 弱的弱接的接 这肯定有问题 软枣猕猴桃属于雌雄一株 分雄树和雌树 也就是种植户常说的公树和母树 两种树都开花 公树负责受粉 母树负责结果 公母树要以一比八的比例 株航距三米的方式搭配种植 你这个公树是怎么这么搭配的 老虎在这个远头的时候 不等着还有树盘树 我买到牛的时候 他们就标出根树木树的 我就业着这样子带上来 带上以后还没开花 也不知道哪个根树哪个木树 再开花了 它看起来有的根树爱上坡 有的大远 它也没根树 因为每棵树的发行五个满机 一把就是五至六米 五至六米为了这个树 把它花翻了 它不收粉上翻了 它花就落了 卵枣猕猴桃的花是枫梅花 没有花蜜 对于蜜蜂的吸引力很小 主要靠枫梅传播受粉 按照枫梅花的特点 公树距离过远 就会严重影响受粉 这样的话你看这一棵 这不是第三米是吧 三米附近这些树 你看这个管子多也特别好 到这一棵就是六米 好你看这一个地方 你看北方这五四都没有是吧 没有没有 我在这一看这个六米开外的 到这个地方应该是九米 九米了 九米了 你要看这一棵的话 那你这一棵睡的话 就不是木杰 直接没有了 从做过规律上看 最佳的受粉距离 只有三到四米 王老师又让徐彦磊 分别在距离公树 三米 六米 九米的位置 各摘了一个果实 那切开看一下 这一个受粉黄鲜充剧 所以说它这个种子吧 就是特别多 花粉受粉不量 这一个就是种子就特别少 我以前也知道 这个大锅里边挣得多 这个鸡身锅里边挣得小 但是同样 我们跟这个大米 六米 九米 这个距离两下在一起 原因虽然找到了 但是如何改造 却成了难题 这时专家说 他的基地里 就有解决问题的妙招 并邀请徐彦磊 先去看看再做决定 一大早 邦小哥就带着徐彦磊 来到专家基地 你看 每个这条都这么多 他这个做过好 一串二一串的 王老师 你知道 你这个一模具缠了多少个 这么长的话 就是三千五百年左右 真好 我一直在这里 学习你在这边那根树 我那墓上有那个根树的解法 我在这边没有根树 没有根树 对 没有根树 这就是公树 公树这条 你看这个 这是母树加接公树 这个看着也有干活了 没人有脖子 您的意思是把公树 加接在母树上 来增加公树的数量 对 对 这公树可以加接母树 母树也可以加些公树 一行的话 每个一刻加接一个这条 这是刮痕绳的都是 刮痕绳的都是 对对 它这个刮刮率全是高 不然全云 它这个母树上 加接这个数分之 这个办法还真正 看到公母树 互相嫁接 带来的好处 徐元磊也知道 自己的园子有救了 随后他又跟着王老师 来到另一个基地 刮痕绳的苹果树 它能提前两个月才上市 现在已经都成熟了 哪间是熟的呀 这边吧 就这个时间 羊色稍微深一下 用手捏一下 感觉到圆了 这样的就成熟了 您说这个是已经熟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口感 并没有特别好吃 甚至还有点酸呀 对对对 好吃的我留着了 没给你看 这个放了就好几天了 放过几天的是吧 好几天 这个甜度 比之前的那个甜 一倍都不止 对 这个口感真的好太多了 有些水果买回家 需要放几天口感才最好 这类水果有一个 共同的名字 厚熟型水果 经过三到五天 果实内的淀粉和钢物质 转化为糖分和香味 从而形成自身 特有的风味 第二天 专家再次来到 徐延磊的基地 每一号 第一棵交一棵 把这个再交进一棵子 对 再把这个交进一棵子 再把这个地方交进一棵子 好好好 其实还是间隔一棵树 我觉得有点像这种W一样 是要是它那个覆盖面积 就大了是吧 等交一树翻来这个覆盖面积 一定是在一个七月四后一下 把它脚尖往上 尽量就是说能形成冲发的这个指头 少量了就这个外棵就解决了 这个外棵就能解决了 最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